我先從plot開始說好了 你們要下載的時候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打PAT 網站就長這樣子 你就認兩邊有兩個熱吻紅唇 下面有一個耳朵的 symbol 我上次有提過 百分之九十幾的語言學家 其實都是用plot 因為它畫平台 然後檔案也不會很大 很容易操作 所以你就看你是用Macintosh 還是用Windows Windows有分你是64bit 還是32bit 你就去查一下自己的電腦是哪一種 然後就可以去download下來 我推薦你們用plot 是因為它有非常強的 有很多人在網路上會願意 幫你回答plot的問題 他們自己的那個 help的forum 已經非常健全 然後 就是很多人在用 所以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上網去問別人 所以我是推薦你們用 你打開plot的時候 它會出現兩個畫面 左邊的這個叫 prod object window 然後這個叫 picture window 所以你是可以把你的聲音畫出來 然後把它貼到word上面去 那個作業做起來就會看起來很漂亮 所以你們這一次在課本上看到的 有一個同學有提問到這個好像是2.2那個圖 它其實是一個生譜圖 那一些就是可以靠這些軟體把它畫出來 那同學在使用prod的時候呢 prod可以拿來錄音 也可以拿來編輯聲音 所以回去之後呢 你們要打開那個檔案的時候 你就去open 然後打開你的這個 comma gets a keyword 那你打開來之後 因為大家在念的時候 有時候難免會吃螺絲啊 或者是前面先跟TA講話一下 所以你可以按住這個檔案 然後按這個view and edit 我現在展示的這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在我實驗室的youtube平台上面 都已經有 就是我之前有請其他的TA 錄過plot的這個 你們需要看的就是這個basic的video 所以你們現在先仔細聽我說 然後如果回去之後忘記你就看video 看影片的同學 我也會把這個video的連結 放在我的網頁上面 好 這個就是我 當時我請一個美國老師 錄的這個comma gets a keyword 像我們這個錄音檔呢 總共有plot你打開之後 這個下面這個橫桿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錄音檔總共有多長 這總共是183秒那麼長 所以你就不要這個嘛對不對 你要切掉的時候很簡單 你就highlight 你就滑鼠按著highlight 你不要的部分你就去edit 你們猜用哪一個啊 對啊 你把它cut掉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聽一下 所以你看這邊我們也不要對不對 去edit cut 就好了 然後中間它其實有一些地方它重複念了 因為它念錯重複念了 那我就在這裡就不修改 可是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我好像應該是這一句 這個我把它放大 在這個 這一個出來的畫面裡面呢 你可以zoom in zoom out 然後你可以highlight一個部分 把它select 你按sel 它就會整個zoom到那一段畫裡面去 非常好用 然後如果你要看全部 你就按o 它就會出現全部 我剛剛呢 然後你要播放 比如說你要播放這一段 很方便喔 你看你highlight那一段 然後你點這個橫桿 所以你要聽一段聲音的時候 除了把它highlight起來 按這個橫桿 如果你按這個橫桿 你才會發生什麼事情 下面這個visible part 31點 如果我按這個橫桿 會怎麼樣 Duke Street Tower Duke Street Tower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本來highlight這裡 如果我點這裡 它就從這個 這個節點的前面開始 所以你按每一個橫bar 橫bar 它就是會從它的 邊界的地方開始播放 如果你按這個174 它就會從頭開始播放 然後播放的時候 有一個快速鍵 就是你的那個tab鍵 你看我現在右邊滑鼠不要動 我按tab就開始 按tab就結束 所以非常非常方便 我們到最後的時候 它唸到最後一句的時候 這個也不要對不對 剪掉 剪完了之後 你有兩個把這個聲音 重新存的方法 一個是從這個file這個地方 你們不要從file存好了 我現在統一教你們從 這個object window這裡 這裡有一個save 有沒有 按save 看你要存成什麼格式的檔案 通常在語言學裡 我們都把它存成wave 所以它的那個extension 就會是.wav 我們就存這個save as wave file 然後我就要存在這裡 如果你之前已經有一個檔案 他就問你要不要replace 你就新存一個名字 或是把它replace都可以 另外教你們 如果你們要錄聲音的話 也很容易喔 你們要配合嗎 我現在要開始錄 然後你們要每個人說自己的名字好了 預備 有沒有看到 我按這個new 然後你可以錄單軌的 也可以錄雙軌的聲音 可是我們做語言分析的時候 你不需要雙軌的聲音 你只是只要單軌就好了 所以你就錄這個monosound 然後這些sampling frequency 還有這些你都不用動它 除非你自己接了一個麥克風 他這個input source 可能就會出現另外一個選擇 請問你是要我用電腦本身的麥克風 還是你接來的那個麥克風 你點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看你要錄誰 我們要錄我們班 然後就可以開始說話了 大家好我是小皮 大家好我是Sharon 大家好我是Selena 你們的音量比較少 不過我們先錄到這裡 你看我剛剛按stop 然後save to list 之後它就會出現在我的object window裡面 可是你們要記住一件事情 它出現在object window裡面的時候 它還沒有被存起來 你一定要去執行這個save as wave的這個動作 它才會被存起來 那我們一樣要去看一下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播放 大家好我是小皮 Selena的聲音完全沒有了 好所以在object window上面你要把它移除 你就按remove 然後你有時候也可以rename 這名字我不愛我要換一個 都可以 今天要教你們的是這個功能 它叫annotation 這個影片上都有 所以你們先仔細聽 就是你們這個task就叫annotation 就是你要把那個上面 到底說了什麼話 你要把它打出來 可是comma gets a keyword是有文稿的 你們只要 你們就打comma gets a keyword 就會看到它的pdf檔 然後你就copy 比如說這一句是 Well here's a story for you 你就把那一句摳下來 貼上去就可以了 我跟你們說要怎麼做 annotate 按這個to text grid text grid text grid就是它是一個text的格子 可以讓你填字進去 這影片上都有 不要急喔 就是to text grid 然後你注意看我按了text grid之後 object window裡面出現什麼 它會先問你說 欸你要幾層啊 你們現在先一層就好了 我要你們答 comma gets a keyword的sentence 然後就把下面弄空白 然後按ok 記得把第二格全部弄空白 然後按ok之後 它就產生了一個 跟原來的聲音檔 一模一樣的名字的text grid 有沒有注意到前面這個是sound 它告訴你這是一個聲音檔 可是text grid呢 它只是一個文字的檔案而已 你要編輯它的時候 你就把這兩個都highlight起來 然後按view and edit 大家看喔 本來我們只按聲音的時候 本來我們只按聲音的時候 只出現聲音檔 然後你可以zoom in zoom out 可是如果我們把下面這個也加進去的時候 你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出現了一個黃黃的 下面寫sentence的 這是你的text grid 就是你可以寫字的地方 你看就可以開始寫了 hi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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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可是我們不能這樣子啊 我們要一句一句切開來 一句一句怎麼切開來呢 你就先到最前面 然後zoom in 然後再印一下 zoom in跟zoom out是有快速鍵的 mac的可能會跟你們不一樣 所以要是你按ctrl in iii 或ctrl oo 就會進去還是出來 comma get secure 你看這一句是title 叫comma get secure 所以開始的地方在這裡 結束的地方 大概在這裡 這裡是你要切刀的地方 你就把滑鼠拿到那邊 然後按enter就會切一刀了 然後你就打入 comma get secure 好了 然後你繼續move on 你句子跟句子中間可以不用再放一個牆 就把這個當作下一個句子的左邊那個牆 well here's a story for you well here's a story for you 你們不用打 你去pdf扣過來就好了 所以你就繼續這樣聽 把每一個句子都下一個boundary 然後把它全部都打copy paste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下一個階段 你也可以聽一下覺得它哪裡有問題 然後稍微做一下筆記 下一個階段我們就會教你怎麼樣 用另外一個tear去註解 你們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其實你一個tear做完之後 你可以說我要再加一個intervaltear 就是intervaltear就是這種 每一個邊界是有左邊右邊的 pointtear 假設我加一個pointtear在第二層 然後叫它mismatch 我們在做第二元席的時候 有時候比較不喜歡說你犯的錯誤 現在都比較重視這些東西 你可以說mismatch 本來英文的說法應該是要這樣子 可是你說成這樣 所以沒有match到它原來的說法 我們就說這是一種mismatch 在做小朋友的聽語治療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用這個詞 就是剛好沒有達到那個核心點這樣子 所以我們如果我們叫它mismatch的話 就會在這個下面產生一個mismatch的tear 然後你看到我如果在這裡 然後決定要 然後你注意到左邊這邊是 它的手是指在第一層還是第二層 它現在指在第二層了 然後我把滑鼠放在這邊 我要Enter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它產生了這個牆 是一個中空的 你說這個地方它在唸 這個地方唸zoo 然後 It's off 你可以自己做註解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zoo好像唸起來 跟原來不一樣 你可以寫自己的註解 所以以後你當老師之後 你可以叫所有同學來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錄這個音 然後第一個禮拜回去 你分析他們這些音 你還可以隔天過來說 好Stanley同學 你10點來跟我meeting 然後我就花15分鐘跟你說 我就看著這個 我有畫這個點的地方 就說你這個地方啊 哪裡發不好 你就很容易可以重新放這個聲音給它聽 然後你會記住哪裡出現問題 所以是非常好用的 好 這些做完之後呢 我們要回到這個object window Make sure你聲音存成了wave檔 然後text grid呢 你就存成text file就可以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text 然後存起來的時候 要記得 它預設的名字 就是會跟這個聲音檔 是一模一樣的名字 不要改它 因為它的extension 就會告訴你 它是不同形式的檔案 然後你就把它存起來 就好了 這邊是一個簡單的review 就是你在這個 你用open去打開註教給你的sound file 然後按view and edit 然後view and edit之後 就會出現那個聲音的window 先不用管它 你去按annotate to text grid 然後呢 這個text grid裡面的這個 狀況都 就是把它全部都刪掉 在第一個空格寫上sentence 就是你會產生一個sentence這個tear 然後 按ok之後就會產生這個text grid 你把這兩個highlight起來 按view and edit 就會跑到下面這個window 然後你就 聽每一個句子 can not get a keyword 然後把它左邊按一下 右邊按一下 其實你們也可以highlight 然後同時按 它就會左右一起出現 我現在highlight這個 然後 現在不是兩條紅紅虛線嗎 按enter 它就會同時出現 這個 你們現在還不熟 我建議你們先不要用這個sackpoint tier 因為你會一直在這兩個中間搞混 然後 所以先用sentence tier就好 如果你那個boundary下錯了 你就說remove 這個紅紅的這個紅線跟藍線這個 你點到它的時候會變紅線 你說我要remove這個boundary 它就會整個消失 就好看 再說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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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擇 另 Poland 我有點靜一下 邀請 抱抱歉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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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번째